有餐饮业代表指出政府定下放宽食肆盈运的条件 包括要求食客最少在接种第一剂疫苗 员工在执行上有难度 建议当局先休化安心出行程式 政府提出只要食肆员工及顾客接种疫苗 及必须使用安心出行等要求 食肆可以分三个阶段放宽营业限制 有餐饮业代表认为措施有助恢复生意 尤其是饮宴服务 但在执行上有一定困难 如果有少数员工不适合接种疫苗 会不会有雇主因为不想麻烦 而直接解雇那个员工呢 其实都可能有这些顾虑 但是究竟员工自己本身的取向是怎样 如果他觉得自己都不懂 或者他已经是找一些医生去问过 觉得能够接种的 这个自然是有些证明 他说餐饮业界会尽力配合政府 但仍然要与政府商讨执行细节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